说到骑山,许多人想到的是香蕉 但其实从日治到战后,骑山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甘蔗 骑山人最深刻的回忆是唐铁 走进骑山车站唐铁故事馆 重新演绎了五分车的温馨年代 当时文化局向台塘公司商界了两台传统无动力客车车厢 改装动态体验装置动感火车 模拟台塘五分车以时速20公里来行驶 摇摇晃晃的车厢伴着铁轨的律动节奏 享受复古中的悠闲 然后现在我听到那个很大的Crow Call声音 它就是以前那个五分车车厢的那种 然后我看到那个声音的 唐铁为什么叫五分车呢 在轨距切片中可以找到答案 铁道轨距法定义所谓标准轨是 一四三五公里 大于这个轨距的叫做宽轨 小于这个轨距的叫做窄轨 而堂铁的轨距是七六二公里 所以就称为五分车 小朋友最喜欢仰头看不断绕行的飞天奇尾线 而迷迷扇行调度场超级吸睛 各式的魔情小伙车头不断进进出出 是铁道迷的最爱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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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